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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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是不能拆掉重建 虽然吉林万山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 还被鉴定为二级古籍建筑 但是他却面对种种的内忧外患 光大区州议员黄伟毅 对于吉林万山所面对的问题 有着自己的看法 如果严格来讲 他并不能说是古迹 他的古迹价值没有太大 但是只是因为他刚好 他是坐落在这个古迹区里面 他有他的历史背景 让他变成有他的古迹价值 但是从建筑本身来讲 他的古迹价值是很低的 当然这个是谈了很久的东西 从全朝政府谈到今天 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指纹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是要实在必行 100万的拨款如果是要用来提升 提升这个吉林万山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我们是预算要用两年的拨款 来进行提升这个吉林万山 黄伟毅发现 吉林万山除了建筑物结构出现问题 还面对环境卫生问题 导致顾客不想进入巴刹内购物 而巴刹外的非法小贩问题 也带来了交通堵塞等问题 我们要重组整个巴刹 重组现在的坛格 重组他们的这个 不同的货物 摆卖的地点 我们要确保说每个坛格都是 做了是干净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 包括这个食物的残渣 载积 载压这些 这些血 这些内脏 这些血水 它可以有 它可以直接流入这个排污系统里面 那它就会构成这个卫生的问题 所以巴刹 建好之后 我们希望所有的小贩都要移进来 所以我们不会再允许路边摆当 那任何人路边摆当的话 我们就会去 65岁的金江会馆会长尤宝舟 在吉林万山附近的一间店屋出事 他在这里度过了64年的岁月 对于吉林万山的重建 他有另一半的见解 政府要怎样改变呢 我看也不是说这么容易 除非拆掉了吉林巴厂 再重建吉林巴厂 因为现在的吉林巴厂太浪费了 第一楼也是很多没有人住 第二楼更加糟糕 根本放空了十多年了 高社也没有想进什么方法 第二层楼做生意 或者是做文化馆或者是什么样子 但是最重要呢 还是咖啡 假如有咖啡呢 一定会有人来买东西 当年 尤宝舟的父母为了讨生活 被逼从中国近江南下到马来亚 当时有很多近江人在吉林万山落脚 胡华中今年六十三岁 他的岳父也是近江人 早期在吉林万山卖水果 他从岳父那里接受档火之后 就赶卖土产 每当谈到吉林万山 他就滔滔不绝 六十一年 这六庆东谈了 这种事情 很少 就变了一个市场 现在来去这万山 这万山 去的时候 是怕这十八茶 不是怕阿摩飞掉 是怕索阿茶 所以说 这一家去的三赞 还没记住 以前是六十几年 当时 是在马 几多近的文山 在马里面 有电腿 有电腿 以前的东京 就去那边 这一家 有电腿 有电腿 也有电腿 今天万山 你以后 在马里面 就找到 一尝 很高 二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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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几年 一十几年 第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面临的搬迁或拆除问题 他总是非常地激动和不安 我人100%完略 我人这边100%完略 这50几年的古籍 这老厨生了古籍 这次就要踢下去 踢下去就是我去 是希望这人不肯踢 希望是说过少年 古华中的激动和无奈可以理解 老建筑散发的浓浓人情味 是他极力想保留麒麟万山的原因 我来出兵是出了十四十四回来出兵 所以当兵出了过十四年 所以当兵出了过十四年 所以当兵出了兵是地 这些民生有感染 所以当兵出了兵是 我人都会做了 我人都会做了 最先的兵是地区 我们都会有感染 呼华中每一天风雨无阻地 准时来开店 任劳任怨地守住一栋老巴沙 甚至愿意用他的医生来守住他 这并非只是一个老人 和一栋老巴沙的故事 而是见证了人与物 交织而成 无法抹灭的记忆 满转了我们的古致的既然万山 满载丁人记忆的吉林万山 已经来到变迁的十字路口 不管拆还是不拆 吉林万山都必须做出改变 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时代洪流当中 过去的吉林万山 或许只能够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了 下段回来将会带大家到大山脚 看一看槟城人是如何庆祝圣安那庆典 别走开